经论里头常讲 佛不读无缘之人 诸位要想得 有缘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好学 好学就是有缘 这个经论里面常讲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这个人就有缘 如果是受持读诵 不为人演说 这是小臣 为人演说 肯帮助别人 这是大臣 可是诸位要知道 如果没有下面这四个字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不能 为什么 它是小臣 西方极乐世界 小臣中不散 那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老阿公老太婆 念佛往生锐向西游 他没有为人演说 那他什么能往生呢 我们要想得 他是没有语言 为人演说 我们今天讲 他不具这个条件 他不是没有心愿 他有心愿 他没有这个条件 他能往生 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心愿 不能往生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是大臣心 都是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 虽然不能给人讲经说法 遇到人都劝他 念阿弥陀佛 这就行了 不可以说 遇到人理都不理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不管他 我到极乐世界去 他们就堕落 这个人不能往生 逢人都劝 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就是菩萨 能够把念佛的道理 方法讲清楚 讲明白 那就更好 更殊胜了 所以菩提心不能不放 这个叫菩提心 帮助别人 好的榜样不能不做 别人不肯做的 我要做 绝不能为自己 给你